大家好,今天和大家分享《老子道德经》精选第七部分 慎重弱势 要像众事开始一样,慎重对待结束 这一部分在《老子初简》中出现了两次 可见其重要性,在博书士27章,通行本事64章 明知从事也,横与其且成事而败之 故慎重弱势,则无败事已 意思就是说,人们做事常在接近成功的时候失败 如果完成事情像开始时那样慎重 就没有办不成的事情 为什么人们常在接近成功的时候失败 即将成功之时,人们往往开始懈怠 难免会有所松懈 没有保持事情初始时那样的热情 不够谨慎,缺乏任性 因为成功尽在咫尺 所以就马虎大意了 结果就是倒在了成功的门口 横与其且成事而败之 是指人们做事 经常在做了大半 甚至已经到了快成功时,却败下阵来 没熬过黎明前最后的黑暗 快要成功时就是最危险的时候 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经典名言 今天很辛苦,明天更辛苦,后天很美好 但是大部分人都死在明天晚上 所以要坚持下去 完成事情像开始时那样慎重 熬过黎明前最后的黑暗 迎接出生的太阳 很多人都听说过龟兔赛跑的故事 兔子和乌龟赛跑 兔子跑得快 乌龟拼命地爬 一刻都不停止 兔子认为比赛太轻松了 他说他先打个盹 然后很快地可以追上乌龟 乌龟坚持爬行 当兔子醒来的时候 只能看着乌龟在他前面到达终点 兔子除了骄傲和胜利再万的芝麻 还有很重要的原因是不能胜中如死 不能坚持到最后 实际上我们谁都能做到谨慎小心 这就像人们初次开车时候 非常小心学习开车的时候也非常认真 难就难再把这种谨慎一直保持下去 这是一个人之常情 我们在事情刚开始的时候比较慎重 认真细致 在进行了一段时间后 就慢慢松懈下来了 特别是觉得快要成功的时候 感觉就差临门一脚 成功近在咫尺 所以就马虎大意了 结果就功亏一篑 功败垂成 无论做什么事情 都要在开始时仔细谨慎 在过程之中毫不懈怠 自始至终 保持一种热度和韧静 做事不要虎头蛇尾 胜中若死 如此便不易出现失误 乃至失败 时与忠相解相续 在这样一个寻伏 寻伏往复的过程中 不断地迭代升级 时刻保持清醒和谨慎 相机而动 顺势而为 古人有一句话 叫做行百里者半九十 就是说一百里路走了九十里 只能算是走完了一半路程 越接近成功 越不能松懈 要坚持到底 去争取最后的胜利 不怕慢 只怕战 快活三里 莫自流 泰山半三腰有一段平路叫 快活三里 与险峻的三分相比 这段平路无需攀登 路平地阔 是泰山旁道中少有的一段坦途 路两旁 林木茂密 景色秀美 游人爬累了 大多喜欢在此休息 然而 有经验的东山者 却从不在此停留 因为一旦在这里停下来 腿一揽 灯后面的泰山十八旁 就会更加吃力 不怕慢 只抱战 这和小时候老实说的 学如沥水行舟 不禁折退 是同样的道理 沥水行舟 用力称 一稿松进 退千寻 船到中流 浪更急 人到半山 路更陡 在即将成功的关键时候 绝不能有停停步 歇歇脚的链头 必须时刻牢记 胜中如始 不万初心 死字不渝 以顽强的毅力 坚持到最后的胜利 过于舒适的环境 会使人意志衰退 永去锐减 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 艰苦的环境 反倒能使人 历经图滞 努力进取 和行白礼者半九时 类似的是荷花定律 在一座荷花池中 第一天荷花开的量很少 到了第二天 开放的数量会是前一天的两倍 此后逐渐地震 每一天开放的数量都会增加 假如到了第十天 荷花开满了整座莲池 那么在第几天 荷花会开到一半 可能很多人会说 当然是第五天 然而正确的答案却是 第九天 这个荷花定律 也是说明了 圣中如死的重要性 老子说 明知从事也 横与其解 成事而败之 故圣中若死 则无败事已 办任何事 至始至终 都因圣之又圣 越接近成功 越不能松懈 不要忘记自己最初的梦想 始终如一地坚持下去 不懈地奋斗 将来的某一天 你会感谢自己当初的努力 感谢一直坚持不懈的自己 圣中若死 责无败事 老子哲学超越宗教 国家 民族 是流淌在咱们血脉中的传承 学习老子哲学 可以示范内在的力量 唤醒最好的自己 建立强大的内心 愿咱们都成为温暖 而有力量的人 好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你的观看 下次视频再见